甜蜜的任务本期看点 孩子蛮辛苦的切实 知道的当下感觉挑战非常大 但是突然灵机一动 你有很多的方法去跟小朋友互动 他们会不听你的话吗 不听我的话而是他们听不到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这些花花草草啊 玩具啊 白板笔啊 全部都要切成 让整个场地只有你跟他们 这个时候你的声音发出来 他们才能听见 所以就是一个又温柔又严厉 又很有耐心的浓浓哥哥 哎呀呀很贴近哦很贴近哦 对对对 我感觉你们在就是私底下 应该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吧 对一起打游戏 一起打游戏 对然后出去吃个饭吃 我们看看这个粉色的幕布后面 到底有什么好不好 ok 有个人是吗 我跟你说可能真的有人哦 浓浓你期不期待 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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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马上开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甜蜜的任务 我是主持人周豪 刚才我手上拿了这个篮球了吗 那今天的这位嘉宾呢 他真的是运动天赋满满 而且在最近热锅的小巨人运动会当中 有非常亮眼的表现 他到底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陈丽诺诺诺诺 芒果TV的粉丝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丽诺 欢迎诺诺诺 那我知道你一天的行手 非常非常的满 所以我们导演组呢 也是特别的贴心 因为你调制了一杯粉色的饮料 哇 谢谢有加糖吗 有加糖吗 你尝尝就知道了 试一下 你的是什么味道的 哎这个味道挺熟悉的 这个味道是那个翻石榴 翻石榴 是吧 对答对了 所以是粉红色的回忆吗 哈哈哈 谢谢谢谢 会让你想起什么 粉红色的回忆应该会是那个 刚出道的时候 刚出道的时候 比较青涩的时候 谢谢 谢谢 女孩 不想看你手一样的伤害 所以学会你爱 你也在在 也在 仨而在的 错话 是怎么会想到来参加小巨人运动会 这样一档节目的 坦白说就是 选择小巨人运动会 那个时候 其实对我来说 只是一个挑战 我也是小巨人嘛 我只是小巨人里面的大巨人 没错 但我不能完全全说 我自己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成人 对 那这个节目的初衷呢 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好 很正面正向的一个方向 它是想要帮小朋友 从小可以养成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 那所以来到这边 其实主要就是 想要跟小朋友一起互相磨合 然后学习 那也希望这一些节目 想要带出来的这些知识点 能量点 可以传递给观众 这样就可以了 我觉得跟你本人还蛮符合的 就是特别的阳光 然后有很多的正能量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问题 那我知道奴奴你之前也是体育生 各种运动技能都还蛮不错的 就很普通 就没有到蛮不错了 不用谦虚了 那你觉得你最有自信的一项技能是哪一项 我的技能 其实坦白来说就是我的弹跳力吧 弹跳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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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认真的 我讲认真的 就是妈妈生的好 就是妈妈生的好 哈哈哈哈 谢谢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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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谢谢妈妈 谢谢妈妈 哈哈哈 原本我就去想一想 我就想说我从小这么爱跳 然后我初中的时候就练了半个学期的田径 后来就因故没有再继续 但我又想一想 不对啊 田径队练了半年而已啊 也不是特别久 那怎么会 那那那说明是天赋 那说明是天赋 天赋异饼 天赋异饼就是天赋烙饼 天赋烙饼 天赋 开玩笑天赋异饼就是要归功妈妈 爸爸就是他们给我的健康的健全的 然后并且异于常人的 你说到弹跳力好啊 有没有什么成绩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跳远还是跳高 跳远 比如说从从那个位置你可以跳到这 你可以再比划一次吗 从那个粉色小的这个位置跳到这个位置 立定跳远没有这么远 立定跳远没有这么远 其实我是开玩笑的 其实我是开玩笑的 然后你认真脸 对 哦真的吗 所以你的成绩肯定很厉害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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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开玩笑的 哈哈哈哈 这这里差不多 掌声不够热烈也是不会跳 嘿 哦 哇哇哇 青蛙哇哇 哇真的是三米哎我的天哪 哇 那我知道你自己也非常喜欢体育嘛 然后这一次的节目当中还会有 比如小阿田亮这样的世界级的冠军 来出现当嘉宾 那你之前会有看他们的比赛吗 哦其实之前可能他们比赛的时候我 还小 对 但是呢知道他们来了之后 我特别在网上搜了一些 他们的之前比赛的视频 对对对 哦这样子 对那个时候我来录的录之前 我就有搜搜大家艺人朋友们 或者是说体育明星们他们的一些资料 我就搜到他们两位这个国家级的这个奥运冠军 遥远的前辈 对那因为我本身初中的时候练的是田径 所以其实我有很大的信息交流 是跟刘翔哥哥 他本身是跨栏嘛 也是田径的项目 那跳高啊跳远那些的 都是算是挺全能的 都了解 所以我跟他都了解一些东西 所以你们都会去沟通交流 对对他会教我 然后你再去教小朋友嘛 哎是的 是的是的 哇那我觉得小朋友在这档节目当中 也会成长得非常的可爱 他们也很幸福 看有国家级的运动员 教他们该怎么运动 哇那真的 还有农农这样可爱的大哥哥 没有没有 他们可能可能还还还还还小 对哈哈 好那接下来呢 要进入到我们一个特别的重粉环节 我们收集了非常多粉丝想问的热度特别高的问题 那浓浓呢要回答出商业的问题 才可以帮粉丝们来解锁福利 好不好 啊是是 我们看看这个粉丝的幕布后面 到底有什么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个是什么呢 我会吓到我 怎么样 到底是什么 真的是个人了 真的是个人 这个是什么呢 啊这是我啦 什么是个人 好帅啊 谢谢谢谢 这是我的新专辑 这个专辑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风格 那我现在说几个场景你来推荐一些歌曲好不好 比如说跳舞的时候你会推荐哪一首 万分之一 万分之一 是的 为什么呢 他就是舞曲啊 就很开心 是的然后特别萨的那种 萨的那种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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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恋的时候 懂 失恋的时候吗 那我在我我考考你啊 怎么个失恋法 恋人消失了 哦 他不见了 卸妆卸妆 是两个不同的妆吧应该 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 秋天的时候 就是现在这个季节 秋天啊 这个季节 其实不算热也不算冷 特别的舒服 哪一首呢 那就来一首一无所知吧 哎 我知道这个一无所知你是和徐佳妍一起唱的 对跟拉拉姐一起合唱的 拉拉姐 对 然后还有一支MV是跟林一辰拍点你的姐姐 啊 对是的是的 那是温柔时空的MV 你真的除了唱一唱你的演技也很好 谢谢谢谢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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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人演员真的真的 太谦虚了 你跟两位前辈合作感觉如何 第一个当然是觉得自己很荣幸 然后可以有这么好的资源 跟这么好的前辈合作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习的一个 呃 时机吧 嗯 比方说这个拉拉姐的声音 大家就不用说了 我觉得传唱她的歌传唱中也是非常高的 嗯 一些唱歌的技巧 你都可以从从中去学习 那跟这个林一辰姐姐拍摄 温柔时空MV的时候 就是被她演技给吓死了 她是一如既往的好 特别厉害 你是出乎我的意料 特别厉害 你是出乎我的意料 哦 谢谢谢谢谢谢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买陈丽浓的这张专辑 一定要去听这张专辑 因为里面有浓浓的新奇 浓浓的故事 浓浓的成长经历 是的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好不好 还有人是吗 是什么呢 怎么了 老龙你期不期待 你给个方向嘛 你合作过的一个朋友 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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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了他带着礼物走来了 哎哎 哈喽我看到他殊荣了 我没看到脸 哎呀哎呀还有现歌啊 这个由你自己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这是小宝贝 啊 大前辈李线 他呢和我了一起 对是你的首部电影 对 赤狐书生 赤狐书生 那这个就是我主演的这个 王子敬书生 那他呢就是这个 狐仙 这就是我来抱的 疼吗 真的 你不害怕 我从小啊 就喜欢这鬼怪妖魔的戏本 没想到 还能遇到狐仙 这也是敢考啊 不会本俩结伴吧 那你饰演的王子敬跟你现实生活当中的本人 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其实很像 但王子敬可能会 把我身上的这些点去做无限的放大 嗯哼 但他也有跟我很不一样的地方 演这部戏的时候 是我人生这一辈子最没有包袱的时候 最没有包袱的时候 对 你看这肤色 这肤色就不成比例啊 Oh boy 为什么呢 没办法 他子敬这个角色 他就是书生 穷困 住在乡下 相对来说很单纯朴素 其实跟我相较来说 会比较雷同 但他当然会经过无限的去放大 对 早就这个王子敬 你们两个之间应该发现了很多的故事吧 很多故事 在剧情里面 其实我觉得坦白说 他是一个非常吸引年轻人的眼光 不管是他的剧本 或者是他的这个 武打动作 动作班底 是这个陈龙大哥陈加班的 所以很多东西都非常的精细 里面也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的CG特效 然后又奇幻 又搞笑 那又有心情 可能有一点爱情 不一定哦 当然不是这样子 这样子是不ok的 对分开了 对对对对 好的了解了 对 我感觉你们在就是私底下应该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吧 就一起打游戏 熟曲吃个饭之类的 我知道你们两个都是天平座 你们两个吃饭 这个点单 会不会就是半个小时过去了 不知道谁点 工作人员点下去 两个天平座 千万不要在一起点餐 千万不要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这部电影 《刀球的上映》 好 感谢 好 那我们再聊回小巨人运动会 那你跟小朋友们相处了多少时间 因为节目的录制它分分合合 有时候一路隔了一个月再录 那这样的话应该有个两个月 两个月差不多 两个月 那应该彼此都很熟悉了 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熟悉 虽然说两个月没见满 就是录制中间会有空档 但是跟小朋友 我自己的小朋友肯定是非常熟悉的 你自己的小朋友了 他们会叫你什么 就浓浓哥哥 浓浓哥哥 对对对 好可爱哦 一个大可爱带一堆小可爱 那是不是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 对 但是 其实带小朋友吧 就是第一次带这么多的小朋友 我之前在家里有侄子 哥哥是有小孩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稍微接触了一下下小孩 不要骂我 可能是因为真的是妈妈的教育方式 从小给我的观念 然后她给我的态度是温柔的 同时也严厉 但这个东西它是不互相碰撞 它是一个非常平衡的 就不会让我觉得说 你怎么都对我这么凶 然后对我都不温柔 但它很长的时间都是轻声细语的 对 但是真正该让你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 还是让你知道 所以到了节目里面 感觉自己就像上个发条一样 自然而然有一个这样子带孩子的方式 对就这样子进行下去了 所以就是一个又温柔又严厉 又很有耐心的浓浓哥哥 很贴近 对 我真的很佩服你 一个人带八个小朋友 因为我觉得一个小朋友可能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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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坦白说 知道的当下感觉挑战非常大 对 但是 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突然灵机一动 你有很多的idea 很多的方法去跟小朋友互动 然后并且用相对良好的方式 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我特别知道小朋友会因为什么东西不听你的话 他们会不听你的话吗 不听我的话 其实不单单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听 而是他们听不到 听不到 他们不懂 地方很大 早就完成一片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花花草草啊 玩具啊 白板笔啊 全部都要扯作 让整个场地只有你跟他们 是让他们专注起来 这个时候你的声音发出来他们才能听着 我真的很有经验 这个这个这个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确实确实很管用 但是是跟多个小朋友 一对一的话我可能也不晓得 就是如果说他们不听你的话的时候会有 一些些的不耐烦的时候吗 我吗 对 其实我的不耐烦并不会是那种 你怎么会这么糟糕 你的不耐烦会会是比较像是 哎呀这个 你应该要懂的 就是我 我很愿意去教你 那比方是说 有时候他一直一而再再三的犯错一件事情 那还讲不听的时候 我就应该有我的方式了 因为我并不能给小朋友有一个感觉是 哦 反正我做错事情 那你你凶凶我 然后事情 就过去了 过去了 对 所以就会慢慢开始有方法 告诉他们应该要怎么做 那其实他们吸收的也会很快 他们都是聪明的小孩 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孩子王的形象 孩子王 对孩子王 会看他们的照片吗 我看你微博上面都 po了很多小朋友的照片 就是给他们发的那些照片 对吧 对啊我还蛮想问你 就是有一张有个小朋友就是捏着脸的 那个手是你吗 是的 真的 然后网上都在说你拍照的方式就是直男是拍照 哎呀就不要这么严格嘛 不要这么严格嘛 对吧 拍照就是开心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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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们最真实的一个状态了 对对对 看得出来你还是很喜欢这些这群小朋友 是是我以为你要说看得出来我还是个直男 哈哈哈哈 一般直男拍照就不会管你的样子还是什么的 说不定是因为拍他们 然后你还会觉得拍的挺好看的 是不是 不会了 你说我拍我自己吗 不是就是拍小朋友 你会觉得我拍的很好啊 没有没有 我也没有觉得我拍的好啊 就是记录他们快乐的生活时刻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我也知道 10月3号是浓浓的生日 对不对 对在这里呢 我要代表所有的粉丝 祝浓浓生日快乐 感谢 谢谢 而且呢 今天我们还准备了一个特别的 生日惊喜送给你 看那边 看那边 哈哈哈 哎呀 哎呀 这么用心啊 客气了客气了 谢谢谢谢 节目组特意准备了一个蛋糕 然后你看我们 你看我们今天是运动的主题吗 啊篮球 啊篮球 哇可以可爱可爱 谢谢 20岁的生日 哇 20岁感觉 感觉虽然说大家说哇 20岁成年什么的 嗯 其实对我来说20岁他 20岁他就是一个 人生的经历 嗯有没有什么样的生日愿望 说一个名愿吧 就可以说出来的愿望是吗 对可以说出来的 那我觉得就是祝大家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最重要 对没错 像我这手弄成这样 我就觉得不OK 是手刚刚很伤 对 就是前前一阵子工作 就受伤了 哦 对然后才知道说哇 其实 身体 的健康很重要 原因是因为你要工作的话 你身体受伤工作真的是 替你自己找很大的麻烦 所以也要请龙龙一定要保住好自己的身体 谢谢谢谢 那最后呢一起喊出我们今天的口号 甜蜜的任务 成功 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甜蜜的任务 既有机会获得亲笔签名照 还有芒果仔哦 上微博搜索甜蜜的任务 话题词 看节目嘉宾的好玩瞬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